嗨 各位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日本的演歌 到底日本的演歌它是怎麼來的 然後它到底在唱什麼 我們跟各位分享一下 第一個 起源怎麼來的 從明治時代那邊開始 為了要諷刺當時的時政 從那邊來的 這在Wikipedia上面你都可以找得到 以前ENKA 有這樣寫 到1970年代開始 才寫成ENKA 才是這樣子寫的 它特徵的第一個是什麼 它演唱者盡量穿日本的傳統服裝 男生跟女生都一樣 男生可以穿西裝 男生有的人他就沒有穿西裝 可是他會穿西裝 幾乎女生演歌幾乎都穿和服 第二個特徵是什麼 歌詞很少外來語 所以各位 你如果要學日文 其實你應該要從演歌開始 第一個 演歌不會唱那麼快 第二個 它比較少外來語 你可以學很多很多漢字的念法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學日文 其實你真的要從演歌下手 演歌當中它會有很多這種 海 酒 淚 女人 下雨 北國 下雪 分離 這種他們唱的心情都是這種地方 海 酒 這種地方能夠引出人們的情緒 離別的 難過的這種情緒 好 再來 它特徵第三個是什麼 很多歌曲描述的都是不倫之戀 你看 鄧麗君的這種空港 愛人 別人的旅行 離別的預感 還有十川小百合它每一年交換 在紅白那邊唱天成樂跟什麼 青金海峽 東景色 全部都是不倫之戀 還有高橋真理子的ごめんね 它今年也有唱 也是唱不倫之戀 然後它是唱什麼 女生外遇的 這個是唱男生外遇的 然後這個也是唱男生外遇的 所以其實他們演歌唱了很多不倫之戀 為什麼我這樣問過日本人 他們覺得說這種不倫之戀 都有一種心情 什麼意思 就是一步下がる 就是退一步為對方想的這種心情 日本人覺得這種心情很難得 因為日本人他們都是 很多是在上班 在公司 那公司裡面有很多事情 為要為你的上司著想 你就必須要退一步不能強出頭 所以日本人並不是說他們鼓吹不倫 不是 是他們覺得這種心情很值得 這種心情 心情不是這種行為 是這種心情值得被美化 所以他們很多很多歌曲都是講是不倫 所以如果你如果看日本人演歌 有時候你看不懂 為什麼這樣寫 其實他說是不倫之戀 所以我最近跟一些粉絲分享說 原來他唱的歌 有沒有 天成樂這種 今年紅白有唱 就是去年紅白有唱 他今年就會唱這個 所以他們這兩個歌就交換唱 唱的都是小三的心情 好 再來 來 特徵是唱完歌的時候 很多歌手都是不會拿麥克風 就講 這樣子他們演歌歌手都是不會拿麥克風 他們最後一句就是用嘴巴空著講 不會拿麥克風講 很多演歌都會這樣子 一般不會演歌歌手會這樣子 好 最後一個特徵 就是年末的紅白歌和戰 很特別 他一個人一輩子就唱著一首或兩首歌 這種巧克力或是職人的精神 日本人喜歡 就是你就這輩子唱這首歌就好了 其他人都不用 就唱這一首歌 唱這兩首歌就好了 那第二個是什麼 日本人喜歡群體在每一年的同一個時間 做同一件事或者是聽同一首歌 所以他們巴怨的 オボンオドリ 有沒有 オボン 就群體在那邊一起在那邊繞圈 這個跳舞 オボンオドリ 那其實有什麼也沒什麼 可是他們就喜歡 夏天就是看煙火 然後就群體在那邊跳 オボンオドリ 他們就很喜歡這樣子 所以他們的想法跟我們都不一樣 所以下次你在看煙歌的時候 去觀察一下 是不是有我們講的這種特徵 尤其是歌詞 如果你看不太懂它的歌詞那種 你可以往這邊想就可以想通 哦 因為它的歌詞在講這個 OK 好 以上就是跟各位分享的 這是日本煙歌的特色 希望各位對於日本煙歌有多一點點認識 謝謝